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又带到我们 每周我们可以来一同 坐在你的脚前 听你的说话 听你向我们启示 你在几千年前说的话 今天在我们眼前一一的应验 你在全世界这么多的土地上 选择了一块美地 是要赐给你的子民 做他们生活 做他们享受 你丰富供应的一块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 能够建立你的国 能够建造你的圣殿 彰显你的形象 也带尽你的权柄 主啊 这是你的心意 你造人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心意向我们显明 主耶稣 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座 也祝福每一位听众 让我们都是有而可听的人 主啊 感谢你 奉你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讲座 第六十九篇 我们还是来看以色列 今天我们要看人 来跟神配合 使这块荒芜 几千年的美地 能够恢复出产 耶和华神赐给亚伯拉罕 两件重要的应许 就是后裔跟地 这两件事情 一再地提起 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 神说得非常清楚 我要把这地 赐给你的后裔 这里地跟后裔 是连在一起的 后裔 在希伯来圣经里面 用了希伯来文里面的 种子这个字 就是seed 我们知道 后裔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有很多相关的字 在英文里面 比方说 sons 儿子们 descendants 后代 children 孩子们 但是圣经 就是使用了这个 里头是有生命的 并且会繁增出 同样生命与形状的 种子这个字 来讲后裔这件事情 因为主耶稣在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 也说了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就永远是一粒 但他如果死了 就能够结出 许多的子弟来 这许多的子弟 就不仅是 做生命的凡针 更是做生命的供应 种子跟地 是绝对有密切的关系 种子里面有生命 种子必须落在地里面 才能够健康地生长 结出许多 同样生命的子力 种子一离开的土地 就什么都不是了 以色列人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 神要他们进入美地 照着神的方式来生活 就是爱神 听从神的话 就能够在美地上 长久蒙福 带入神的国 就是掌权管理 并且建造圣殿 来彰显神的荣耀 同样 我们每位新约圣徒 得救了 神圣的生命 必须在基督里 也在造会生活里面 才能够健康地成长 我们所得的生命 是宝贵的 但是生命的长大 需要有一个 合适的生态环境 在那环境中 我们得到丰富的供应 叫我们生命长大 耶华神在猜浅摩西 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说 我下来要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从那地出来 上到美好宽阔 流奶与蜜之地 这是圣经里面 第一次说到 流奶与蜜之地 是由耶和华神 亲自来说的 然后到的生命纪 就是摩西要死以前 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 去得美地的时候说了 你们要过去 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有天上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你神 所眷顾的 我们跟神的关系 最主要的是这个爱的关系 我们爱他 我们就享受他 享受他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 享受他的同在 也爱他的话 我们如此行的话 神必按时将秋雨 春雨在你们的地上 在美地上 有着两季的雨 一个是秋天 就是他们收成之后了 但是整个地呢 被太阳经过夏天的晒烤 变硬了 要有秋雨来 把那土地弄松了 种子才能够撒下去 春雨就是在春天 这些植物开始发芽的时候 需要雨水来浇灌 这两个就保证他们 一年能够有古物长得好 神是按时 这个是按着时间的 是降在你们的土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新酒和新油 然而 如果当百姓是偏离正路 去侍奉跪拜别神 就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眼光 不是向着神的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是天必塞不下雨 一块地不下雨了 任何东西 地上也不出产任何东西了 就使你们在耶和华 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 数数灭亡 地还是美地 但是呢 神不下雨了 这块美地也就没有用了 以色列人后来 就是不听这些警告的话 离弃神 拜偶像 果然遇到很严重的旱灾 导致后来国家灭亡 被赶离开美地 飘零在地上 无处安居 两千多年 好 我现在用一个简单的图表 把美地上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给大家看一下 在祖前930年左右 那时索罗门做王 他早期的时候很好 但是后来 他就因为娶了很多外邦女子 就拜了偶像 他死后 以色列国就分裂为南北两国 到了祖前720年左右 以色列王国了 就是北方有十个支派 被灭亡了 被亚 被这个亚述帝国迁徙到世界各地 586年 就是南方的犹大国还存留的 但他们没有以为 北方的亡国是一个警告 继续去拜偶像 结果犹大亡国了 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被毁 百姓这是被掳到巴比伦 从这个时候 开始就有叫做犹太人 这个名称出现了 祖前538年 马代波斯统治 犹害人归回建造第二圣殿 祖前334年 马代波斯帝国被灭亡了 是由希腊帝国统治的 地中海那部分 也统治的美帝 祖前64年 罗马帝国征服了美帝 开始统治美帝 所以在这个罗马帝国统治之下 主耶稣降生了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 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但是那个时候 他们虽然有了第二圣殿 却完全是一个宗教仪式 没有里面任何的实际 所以主宣告 这个第二圣殿 也要被拆毁 主后32年 弥赛亚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 他成功地救赎 主后70年 有一次的大暴动 罗马帝国摧毁了耶路撒冷 把第二圣殿拆毁 并且焚毁了 主后135年 第二次的大暴动 这个之后 犹太人被完全驱逐 流散在世界各地 主后637年 伊斯兰帝国统治的中东地区 主后1229年 那是十字军征服了耶路撒冷 还有那块美帝 是十字军统治的时期 但是并没有太长久 1453年 整个东罗马帝国灭亡了 然后整个地中海附近 是由奥图曼帝国来统治 到了主后1897年 这么漫长的1000多年时间 犹太人几乎消失在世界的舞台上 但这个时候 反对犹太人的势力逐渐兴起 所以就有犹太的复活运动 就是习安主义兴起了 19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英国打败了奥图曼帝国 所以英国就占领了中东地区 它托管着整个美帝 那犹太人开始 它开始有少数的回归 以色列这块地 到了1939年 二次大战爆发 到了1942、43年 希特勒展开大屠杀 杀掉了在欧洲的 六百万的犹太人 战争结束就是1945年 各地的犹太人大量归回 在短短的三年之内 每地上的犹太人增加的十倍 从六万人 到了六十多万人 1948年 以色列复活了 也就是主耶稣预言的 无花果树 要发嫩 这个末期就在眼前了 到了1967年 六日战争 耶路撒勒被收回了 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 外邦人日期满了 我们现在所等待的 就是下一步 有一个大的新闻 就是敌基督会兴起 他跟以色列 还有巴勒斯坦人 签订合约 使以色列人 能够建造第三圣殿 这个时候 这个世上的 最后的七年 就要来到 然后大灾难 也会临到 这也带来了 主耶稣第二次来临 圣经 有多方的预言 以色列人 要归回美地 在主前七百多年 以赛亚预言 当那日 神必伸手救回 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 又从地的四方 聚集分散的犹太人 我们要记得 在这个时候 北方的以色列国 已经因为一直拜偶像 而灭亡了 南方的犹大国 虽然也有许多离弃神的王 但是因为人有几位好王 出现 还没有被灭亡 但是神已经预言 以色列人 他们要被赶离美地 分散在世界各地 然后神预定了一个时间表 时间到了 神会把他的百姓 从地的四方 就是这些犹太人 分散在世界各地 把他们都造聚回来 而且是回到这块美地 我必领你的后裔 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造聚你 后裔就是西伯来文的种子 必须回到神所赐的美地上 在那里生长 神的旨意 才得以成就 十九世纪末 各地逼迫犹太人加剧 于是西安富国主义兴起 陆续有少数的犹太人 迁回那饱受战争的不毛之地 但是归回者太少 不够组成一个国家 二次大战中 希特勒屠杀了在欧洲的 六百万犹太人 二战之后 各地的犹太人 为了避免日后 再有类似的屠杀事件 纷纷从寄居地返回 他们要在这块地上 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就开始了 犹太人全球性的归回 犹太人称归回美地的 希伯来文叫做阿利亚 希伯来文的意思呢 就是上去 他们离开了美地 就是走下坡了 所以他们现在回到美地 就是上去美地 上去也有意思 要去亲近神 归回到神那里 失去美地的犹太人 在过去两千多年 流浪的日子里 仍然没有放弃自己是 神与他们立约的选民 一代又一代 他们将信仰 文化和诫命 传了下来 在守月节晚餐 还有赎罪日的时候 总是彼此说 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界 做结尾 但是两千多年 一直没有应验 但他们的信心 没有因此减少 他们因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 心里一直渴望 回到眼睛 虽然没有看过 但是圣经记载着 那块神应许给 亚伯拉罕 后裔的土地 以色列人的回归美帝 果然照着神的预言实现 过去一百多年 犹太人的归回 正好应验了 神代立位纪二十三章 规定的每年有七个节期 这七个节期中 有一个叫做吹脚节 就是七月份 这个吹脚节 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 犹太人 要带回美帝 吹脚节是七月初一 这个节发生不久之后 七月十号 就是赎罪节 以色列人要在这一天 回到神的面前 痛悔认罪 这预表 基督的公开降临 拯救被围困的 以色列人 那个时候 他们认出了 他们等待许久的 弥赛亚 就是他们两千年前 钉十字架的耶稣 于是他们痛悔 哭泣 全家就得救了 以色列人 二十七章十三节 当那日 必大发脚声 这个脚声 就是讲到了 吹脚节的脚声 在亚树地 将要灭亡的 并在埃及地 被改善的 都要来 他们就在耶路撒冷 圣山上 敬拜耶和华 马太福音二十四 也说到 主耶稣亲自预言 他要拆遣天使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诸天的这边 到诸天的那边 都聚集了来 我们今天会引用 旧约和新约中 关于以色列人 归回的这些经节 来让大家看见 圣经是一本 很特殊的书 是这位 定了计划的神 他在事情 发生之前的 很久很久 就已经预言了 这些事情 必定要如此的发生 好 这个就是 讲到以赛亚书 四十三章的 说要把 亚伯拉安的后裔 要从东方带回来 要从西方 召聚回来 这个就是 二战结束之后 你看这些 穿着集中营 逃过 被大屠杀的犹太人 归毁了 我们看一个 马克吐温 十九世纪 他被猜浅 他那时候做记者 来到中东地区 旅行的感受 他看见了 满目苍疑的 破败景况 令他震惊不已 古代的草场 已经被牲口 啃出了地皮 大地如生过险 非常的难看 水利失修 习治的田园 变为脏气 弥漫的沼泽 山林被砍伐殆尽 丘林被砌成光头 他记载说 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 这里无疑堪称 首屈一指 山上寸草不生 色彩单调 地形不美 一切看起来都很眨眼 无则无难 没有远近的感觉 在这里 距离不产生魅力 这是一块 令人窒息 毫无希望的沉闷土地 这完全不像圣经里面 曾经说过的流奶与蜜的美帝 所以他非常的纳闷 这是因为以色列人 背叹的耶和华神 受到了该有的惩罚 这块土地从所罗门亡之后 就经常有旱灾 亡国之后更是荒芜 摩西早已警告过他们 你们的后代 就是以后 新起来的子孙 和远方来的外人 看见这地的灾殃 并耶和华所降与这地的疾病 又看见遍地有硫磺 有盐鲁 有火鸡 没有破肘 没有出产 连草都不生长 好像耶和华在怒气 和列路中所倾覆的 索多玛 俄摩拉一样 这些看见的人 连万国人都必问说 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 为何这样大发怒气呢 仁比回答说 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去侍奉贵败 恕不认识的别神 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 向这地发作 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都降在这地上 记得在这里头 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拜偶像 这耶和华怒气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 是向这个地发作 所以每地受了咒诅 认识 我们要认识 耶和华神的可谓 他可以如何祝福爱他的子民 把一块流奶与蜜的地赐给他们 同时 因为神的子民背叛神 耶和华神也会咒诅 那些背弃他的子民 并且也咒诅这块地 这块土地 从所罗门之后 就经常有旱灾 亡国之后更是荒芜 二十世纪初期 当犹太人开始归回的时候 美帝就开始下雨了 在二战之后 有大量的犹太人归回 更按圣经所说 每年就固定按时 就一定下两次雨 秋雨跟春雨又回来了 我必按时将秋雨春雨 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新酒和新油 这是摩西 在以色列人进入美帝之前的应许 你们要因耶和华 你们的神欢喜快乐 因他赐给你们公义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为什么讲这里是公义的秋雨呢 因为神的审判 神的咒诅过去了 现在所降下来的是公义的秋雨 就是秋雨和春雨 和起初的时节一样 这是在约尔书中说的 这是以色列人归回美帝之前的预言 在2019年 有900多万以色列籍的人 里面75%是犹太人 另外的25%是阿拉伯人 现在天天还有犹太人继续归回 所以这个吹脚节还继续在我们眼前 他们没有食物饮水的缺乏 这块荒芜的地 还成了欧洲的果园 地中海的花园 他们的果实与花卉 销售到世界各地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神的时间表到了 以色列的种山 要听耶和华的话 神在这里呼叫 每地上的种山 耶和华对大小山岗 大小山谷荒废之地 被弃之城 为四围列国中剩余的人所掠夺 所击刺的如此说 以色列的种山 你们必发之条 为我的名 以色列结果之 因为他们快要来到 你看神的心是多么的细腻 在时间将要发生之前 以色列要归回了 他先把这个美地开始恢复 能够发之条 能够结果之 我是帮助你们的 也必转而眷顾你们 使你们得被耕种 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 在你们上面增多 诚意必有人居住 荒场必再被建造 我必使人和牲畜 在你们上面增多 他们必增多繁衍 我要使你们有人居住 就这块地上 开始有很多很多神的子民 要居住了 像先前一样 并要使你们比起初更亨通 起初就是指的 在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的 还要更亨通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神非常爱他的子民 他要先恢复荒芜 二十多世纪的美地 当地能够被耕种 建造可以居住了 才让犹太人大量的回去 1909年 回归的犹太人 建立了第一个集体农庄 希伯来文叫做Kibuz 不仅在开垦土地上 立了大功 在后来几次战争中 也发挥了功用 他们毫无农耕经验 他们回到美地 必须摸索着学习 还苦干来开垦 他们坚持不雇用 当地的阿拉伯人来做 他们必须自己 亲手来劳苦 他们的口号是说 我们来建设这块土地 同时由这块土地 来建设我们 这也是我们今天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在基督身上 我们也要来 在这块土地 在基督这块美地上 来建设 然后也让这块土地 基督是美地 来建设我们 集体农庄的基本原则是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这不就是像基督身体上的 每一个肢体 都是有各尽的功能 并且基督身体上的 丰富的供应 也是让我们能各取所需 他们操练出奇造会的 都在一处 繁物公用 照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存着欢迎乐 单纯的心用饭 每一位信徒得救之后 我们不仅仅 只是来听道 我们必须自己读经 祷告 传福音 牧养人 在基督这块美地上 来劳苦 来经营 我们不是雇佣一些 人来做这些事情 而是基督的身体上 每个肢体 都要来劳苦 并且我们还学习 跟其他的肢体配搭 尽生机的功用 这就是主所说的 我们要尽窄门 走狭路 今天基督教的光景 是有请专业的人 去做这些 讲到盖教堂的事情 但是信徒是坐在那里 是不会动的 那条路是宽的 却是瘫痪的基督的身体 主所说的 进窄门 走狭路 就是讲到 我们人人 要来进攻用 并且 在这个 集体农庄上面 他们是全民皆兵 这些集体农庄 坐落在 充满敌意的 阿拉伯人中间 必须在农贤之时 学习军训 保卫自己和农场 因为当时 是没有军队的 而且那里 也不算他们的国家的 他们要自己来保卫 他们的孩子 是大家共同来养育 训练他们过团体生活 使他们的人格 从小就受了 相当好的成全 以色列的许多政府 还有军队 还有企业领导 都是在集体农庄上 长大 以色列有四位总理 就是在农庄上长大的 每个18岁的男孩 要当兵三年 女子要当兵21个月 就是高中一毕业 就先去当兵 然后退役之后 每年有继续的 后备军人的训练 一直接受各样的成全 战争一开打 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即上场 每一个信徒 也就是我们同样 要接受这些的训练成全 我们都可以来传福音 都可以牧养 成为神所要的新约的祭司 我们看一看这些早期的照片 你看这些 本来是在欧洲里面 这个享优 养尊的这些妇女 回到美帝 上面 亲自拿着 这个 啃土鸡 然后他们在田里 亲自用手 去除掉杂草 他们还搬运这些 非常巨大 非常沉重的 他们不愿意 只是做温室中的花朵 他们在玄霞 还在接受军训 这里是夫妻一同去开墾 他们的孩子们 是放在一起 集中的来喂养 这是他们的幼幼班 很可爱 他们的吃饭也在一起 虽然他们从小就习惯了 所谓的团体生活 你看这些妇女们 每天早晨 都是起来 就去开墾这块地 有点像我们早晨起来 我们就有两两三三的 团体的来到主面前 来诚心 来享受主 然后他们在节期的时候 他们也共同的来庆祝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今天所说的 团体的神人生活 不要小看这些妇女 这个妇女是扔手榴弹 你看他脸上的 那个犯法的那个英雄的姿态 叫敌人 惧怕 他们学习开枪 学习作战 在两千多年 犹太人流散在世界各地 他们既没有共属的地狱 也没有共同的语言 他们的生活文化体态 心理素质都各不同 几乎丧失了民族特征 但是当复国运动 在十九世纪末被兴起来的时候 长期冬年的枯树 发起鸟来了 作为神选民的民族激情 既然奇迹般地被释放了出来 许多世纪以来 欧洲的犹太人都是商人 放高利贷的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从来就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 更没有吃过苦 但是神的时间表到了 在神的胡叨之下 少数的犹太人 主动放弃了舒适的生活 去到一块 曾经是神赐给他们主宗的美地 但是在咒诅之下 成了荒废的山野沼泽 去进行辛苦的开垦 忍受饥饿 疾病 劳累的折磨 还要随时应付身边阿拉伯人的侵犯 骚扰暗杀 众人同心合意 一起生活 同甘共苦 以自己的血汗 性命 为以色列的重新建国 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这就是神的子民 以奉献为采示 甘心献上自己 没有这些当时回去的犹害人 在那里劳苦 就没有后来的以色列建国 同样这也讲出 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信徒得救了 我们也是要在基督这块美地上 来劳苦 来共同的 来同心合意的建造 一起的生活 才会有 照会的见证 在各处的产生 好 他们发明了 这个叫做 滴灌技术 我们在以色列呢 看到路旁的 不管在哪里 田间 都有这个 降提水管 连接的 这些植物 他们在 缺水的地上 发明了滴灌技术 将水加压过滤 加添可溶性的化肥 使水直接滴到根部 被完全的吸收 不会浪费在干旱的空气之中 在苗圃中中也是一样的 我提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神命令之路 是人人来传福音 牧养新人 是新人能够得到 那个直接的喂养 而不是大型的聚会 是他们所写的果实 然后他们还有在 干旱的地方 有这个green house 温室 温室之中 可以种植生产 他们还有 这个各种的牛群 也是以科技的方式 在夏天太热了 还给他们有电风扇 我特别要提到一个 就是在加利利海 附近不远的 这叫做 Kibbutz Sat Eliyahu 这个以利亚户的集体农场 这他们在创立之前的非常 这个 卑微的这种建筑 但今天呢 他们的种植 已经是非常的可观 你看他们这还是 这个每一行每一行都分别种不同的植物 是他们的 从空间上的鸟看 这个四边本来都是荒芜的 矿野和沼泽 现在就全了绿地一片 所以他们的 这个农端的中心 他们天天 他们就住在这个田野的边上 所以他们不用农药 他们怕农药会来污染 他们的饮水 还有他们的空气 我特别要提到呢 就是说 你看他们这一行 是种这个沙拉 青菜沙拉 然后有滴罐的这个水管 隔壁一行呢 就是用洋葱 他们不用农药 他们用洋葱的气味呢 来驱赶 会伤害这个沙拉菜的这个虫子 他们在这个野枣树里面呢 他们养这个驴子 驴子呢 他们会吃 因为鸟 吃过那些那些枣子呢 那些枣子呢 里面就含有细菌 掉在地上 那么经过这个驴子 他们就把它吃了 就把那个细菌就吃掉 然后他们排出来 粪便呢 还可以做肥料 他们在枣林中间呢 还有在这个田野之间呢 他们还为猫头鹰盖公寓 他们有大的公寓 就是为了一家 这个猫头鹰 公的 母的 还有小的 或者是单身的 他们都有各种的情形 让猫头鹰来抓老鼠 他们不用 那个老鼠药 那最让我震撼的呢 就是他们这个农场的经理 那一天呢 我们一群人 他先带我们去参观了 各样的设施 然后带我们去了 橄榄 橄榄树园 然后教我们怎么去 刚好那是橄榄 快成熟了 教我们怎么去采橄榄 然后就把橄榄枝挤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手上呢 就涂的 这个润滑的橄榄油 我们还闻了闻 非常的 这个是新鲜的橄榄油 然后他就叫我们 走到边上的 这一块土地上面 那时候呢 将近中午 这个阳光是暴晒的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呢 弯腰 去这个抓一把土 土上来 我们大家呢 有点不太愿意 因为手上是橄榄油啊 他说你们 你们请每一个人 必须抓一把 好 我们就勉强的 就抓了一把 他就突然跟我们说 你们知道 你们手上的这一把 是什么东西 那我太太呢 就立刻说 dirt 就是土 但一看他的脸色 不太好看 就赶快说 所有 土壤 就稍微好听的 所有 那其他人 有点莫名其妙 不晓得 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刚刚不是叫我们去抓一把这个土吗 他看我们愣了半天 他举起手来说 这个是以色列 哇 一下子震撼我们 在他们的眼中 这块美地上的即使像土壤 他们看起来 这就是神给他们的 以色列 全世界各地 都有土壤 但是只有回到这一块美地上的 这块地方 他们叫做以色列 是有这样的一个 爱这个土地 爱神给他们的这个恩赐 他们要爱这个国家 他们才今天能够生存在 仇敌环事之下 并且能够产生这么丰富的物产 好 他说你们现在可以把土放回去 好 那大家赶快就这样丢下去 然后拍拍手 灰尘就扬起来了 他又看看我们 他说 有两种放土的方法 我们心想 我们站在那里把土这么拍下去 这部土就回到地上就好了吗 他看着我们 然后他把这个手上的土拿起来 在口中 亲吻一下 然后慢慢地弯下腰 轻轻地放在地上 哇 这个时候我真是震撼 原来以色列 他们回去 这个从二十世纪开始 到他们建国 然后到他们今天 能够生存在那块地方 他们里面的 就是有这么一个 爱这块土地的心 所以他们是 保爱这块美地 那我里面 也是一个感觉 神把这块美地 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 赐给我们 我们里面有没有 对这块土地 是如此的保爱 珍赏 我们心中 每次来到聚会 每次来读经 我们里面 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求主把这样的心态 爱他的心 爱基督的心 赐给我们 好 讲到这块 原来是缺水的地方 我们要提一下 以色列的国家供水系统 起源在建国第一任总理 顾里恩的意象 他当时回来呢 看见这地上呢 缺水 那要让以色列能够回来 能够居住 第一个就是要有水 他就想 要把北方的 这个加利利海的水 能够供应到南方 人口密布的城市 还有沙漠中的农田和温室 他就想 一定要把这个水利工程 建造起来 这个水利工程 一天可以 平均要输送 1.700万立方米 这是什么数字呢 大概够 2000多万人来引用 全长一共有 130公里 包含的各种的 大的水管 敞开的水道 还有地下的管道 还有水库 还有巨型的 这个Pump站 来加压各式 它在 1964年落成了 到了2010年 已经供应 以色列80%的 饮用水了 为了新建 这个供水系统 他们和周边的敌国 起了许多的争执 还打了许多仗 1967年的六日战争 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为了 这个供水系统 全城 必须设置许多的安保 不让恐怖分子来破坏 我们看 这个水道 供水系统 就从加历历海 这里 有大的水道 还有这个中中型的 还有分支 各样的 就一直送到的 南方的 这个沙漠地带 那么我们可以再看见 这个是公开的水道 边上就成了这个 本来是荒芜的旷野 就变成了绿油油的农田了 国家输水系统 这个就是在旧约中讲的 沙漠中开江河 这是以色列的生命线 这也就是今天直视书报 借着网络 借着各方面不仅是有印出来的书 还有各种的网络上的服饰 能够把这个属灵的信息 传到全球的重造回去 那么在直视书报这方面 也是我们经历了许多外面的攻击 但是主的保守 还让这个传书的过程 继续通行无阻 尤其各位今天我们在疫情严重之时 我们还是要为这个 直视书报的向全球的供应来祷告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今天荒芜之地 成了这个美丽的农田 在以赛亚书43章 主那时候说 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生 这句话是在祖前700多年讲的 这个如今是到今天了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甚至要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这些原来就是沙漠地区 开出的江河 在旷野开道路 就是以色列的本来是荒芜一片的 在那个 一百多年前呢 这里几乎是人积没有的 但现在呢 都成了有高速公路了 以色列的公路往全长 一万八千多公里 其中四百多公里 是高速公路 我要使旷野变为水池 使干地变为水泉 都应验了 旷野和干地是缺水的 神却能使旷野和干地 变为水池和水泉 这块荒芜了两千多年的地 一个世纪之后 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变 蛮荒的野地被改造为万寝良田 陋露的山头被栽满了树木 荒芜的山地成了果园 不仅填饱了活民的肚子 还被称为欧洲人的花园 果园和菜园 和西亚书的预言也说了 耶和华说 那日我必应允 我必应允天 因为什么天呢 因为天要下雨啊 天必应允地 地必应允五谷 新酒和新油 这些必供应允 耶事列明 一面是神的预言应验 时间到了 天降秋雨和春雨 也让美帝能够被开垦 另一面是 以色列人的努力开发 这是人与神来配合 要记得 这些发展 还是在八场战争之下完成的 这实在是神迹 另外我给各位看了一个 就是在死海附近的 这个南地荒芜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是叫做 今天 你看这个荒芜地方 原来本来是像后面这个旷野的 今天是满了各种的树木 在 1948年建国的时候 这块土地上只有百分之二的 上面是有土树木的 过了七十年 超过了八点五的土地上 种植了圣经中所提过名的树木 五十年内种植了两亿多棵树 就是平均大概每年要种植四千亩的树 今天 这已经改变了山头 为什么呢 因为神也说了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薄树 造甲树 就是做那个造甲木的 翻石流树和橄榄树 我在沙漠要把松树 山树并黄阳树一同栽植 你看这里是在旷野和沙漠中种植 好叫人看见 知道思想 一同明白 我们不仅是看见了 我们更要知道这位是 只有神才能这么做的 而且人也需要来跟神配合 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思想 我们要一同的明白 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有神来应许 来安排 但是也需要神的百姓 来把这些树的种子种下去 以色列的果实要变满全世界 在以色列27章说的 雅各要扎根 以色列要发芽 开花 他们的果实必定变满世界 这个预言写在主前700年左右 这个预言已经在建国之后 努力建设国家供水系统 采用自创的滴灌技术 温室培植 以及各种研究 圣经中各种生物彼此之间 生态的平衡 而使农牧业发展迅速 神也使这块枯竭 2000多年的干旱土地 在20世纪初开始正常下雨 以及以色列人的各种开发研究 成为农业产品出口到许多国家的供应国 甚至我们在香港都可以吃到以色列来的水果 它的花卉甚至销售于盛产玉京香的荷兰 我们见证这个预言的应验 因为神的时间表到了 并且有人来跟神配合 这些土地原来都是荒废的沙漠和旷野 这块你看原来像后面这种旷野 现在却是枣林 这个是在耶利哥附近 结满了这个野藻 这是他们的市场 各种水果琳琅满目 这是他们的各种的香料 在他们的市场中卖了面包 卖了各种的水果 这个是在耶路撒冷 一个很大的犹太人的市场 叫做马哈念市场 应验了以西结书的预言 这先前为荒凉之地 现在沉如伊甸园 也给各位看一看 以前这些荒土 因为相片呢 大概也不过是一百年左右的这种技术 所以我们找到的这是耶诗列 从这个拿萨勒 看出去的 这个是大概是 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 但是到2016年 同样的地方 你看已经是 不但是植被 已经农田都有了 而且还有很多的新盖的房子 这是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呢 就是在 以色列建国之前呢 他们犹太人呢 在滨海这里呢 慢慢开发出来的一个 小的城镇 但是今天 你看特拉维夫 已经成为这个 非常 发达中的一个城市了 以色列地的旷野 要如同伊甸园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三节 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 他已经安慰西安 一切的荒场 使他的旷野向伊甸 使他的沙漠向 耶和华的园子 在其中必有 欢喜快乐 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这个预言写在 主前七个世纪 这预言已经有 大部分应验了 但是现在还 正在应验当中 虽然还有相当多的工程 正在进行中 但是许多以色列地 已经有人居住 并且有非常肥美的出产了 你看这个山地 现在居然是绿油油的 而且还有鲜花 这一块你看干旱的南地 可以变成绿油油的 这它们在北边的一个 荒野上面 春天 这种花 就是雅各书中的 沙伦的玫瑰花 它们的 这个花卉 真是美丽的 旷野和干旱之地 必然欢喜 沙漠也必欢腾 又像玫瑰开花 必开花繁盛 乐上加乐 而且欢呼 笔巴嫩的荣耀 加密和沙伦的华美 必赐给他 人必看见 耶和华的荣耀 我们神的华美 这些图片 就已经说出一切了 并且在荒野中 还有牛羊 就成群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处 这是沙伽利亚书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从东方之地 并日落之地 拯救我的名 我要领他们来 他们要住在耶路撒冷 这里特别提到耶路撒冷 预言之后是在主前 第六世纪 然后主耶稣也在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说了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时期满了 这个预言是在第一世纪 应验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 这个预言有两次的应验 公元前六世纪 耶路撒冷是被巴比伦帝国毁灭 犹太人被掳了 七十年之后 少数移民归回 重建的必要圣殿 还有耶路撒冷 但是公元132年 这座城又被罗马帝国毁灭 移平重建 并且改掉名字 不叫耶路撒冷 想要从历史上完全除去 这城的一切记号 但是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 夺回了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又可以居住在这里了 外邦人的时期在耶路撒冷满了 又一项圣经的预言 在世人眼前应验了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个相片呢 可能是在20世纪初 耶路撒冷 这里是那个金鼎寺 从南端北望圣殿山 在奥托曼帝国时期 16世纪耶路撒冷居民 大概只有5000人左右 这是1933年的耶路撒冷 还是荒芜一片 这是几年前的耶路撒冷 你看已经多少的建筑物了 这个是2016年的耶路撒冷 已经扩大 超过了那个 以圣殿为中心的古城 2016年 耶路撒冷的居民 就超过了88万 这不就是这样的 耶路撒冷不仅是有人居住 而且要人数要增加许多 这是耶路撒冷 附近的 这个是希伯来大学 1967年 以色列收复了耶路撒冷 犹太人又可以回去 居住在耶路撒冷了 特别在古城 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 Jewish Quarter 就是犹太人的区域 这个犹太拉比 带着他们的孩子 这个是那些正宠的 超正宠的犹太人 他们在节旗 还在抱着摩西五经 来纪念 这是年轻的一代 看这个耶路撒冷 现在有多少神的子民 住在那里了 他们在哭墙的祷告 男的女的都有 他们是在耶路撒冷 这个北边大马社城门外的 一个节制的聚集 我们最后要提到一个 犹太人的归回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我们前面说了 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 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遭聚你 这是第五节 我们刚刚已经说到 他的应验了 一共有东西南北 第六节说到了 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所以前面这句话 已经应验了 那么后面这句话 为什么口气就说了 很严厉了 要交出来 不要拘留 就表示说 北方跟南方呢 有两处的地方呢 是不愿意让犹太人归回的 以色列建国之后 陆续有许多犹太人归回 但是有两个国家呢 不允许他们大量的归回 一个是北方的苏联 记得这里讲的是苏联 另外一个是南方的 一所比亚 就是俄赛俄比亚 大家记得 这个是柏林围墙 一边是苏联当时在这里控制的 1989年 苏联一夜之间解体 柏林围墙倒塌 因为这件事情 在第二年 就是1990年 超过一百万的犹太人 从苏联返回了 那么在陆续的几年中间 又有大量的犹太人回来了 这些犹太人 大都是大学教授 科学家 工程师 艺术家 为以色列 在这个90年代之后的 他们的科技发展 还有工程上面 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然后俄赛俄比亚 1991年 发生一个政变 于是有大量的这些 黑皮肤的犹太人 归回了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完全的应验 好 我们最后看 这篇信息对我们的应用 奋力活动的神 为了完成 他曾经说过的话 亚伯拉罕的后裔 要归回美地 这个吹脚节 今天仍在这里继续的 神在这里仍然做工 叫以色列人和世人都认识 他是耶和华 神要成就他自己的话 但是需要我们人去配合 时间到了 以色列人要起来 他们要上去 阿利亚 到神所赐给的美地 他们一回去 神就开始降临 而神的子民 需要保爱 珍惜这块美地 在美地上 劳苦耕耘 开发美地 成为如同伊甸园 当有战争开打了 即使他们没有武器 也一同站出来 去博物馆 装配古老的火炮 学习激烈 半夜攻打 阿拉伯人 占领的机场 等等 神的手就来 护卫他们 今天世界局势的许多兆头 都提醒我们 基督的再来 就在门口了 由于教会失去了 那起初的爱 和世界的混杂 加上罗马天主教 从第六世纪起 封闭了圣经 设立了教皇和阶级制度 迷信和背道 就带入了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 也埋了许多认识基督的真理 更瘫痪了基督的身体 教会如同受咒诅的美帝 荒芜一片 神兴起了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 但是改教没有完成 神所托付的恢复 感谢主 借着西方传教士 在两个世纪以前 把福音带来的中国 更借着主兴起了他的仆人 恢复了对基督的认识和享受 也恢复了地方造贵生活 使人人尽生机的功用 这块美帝荒芜了两千多年 这个美帝就是基督和造贵 现在被以色列人实行 集体农场恢复了 我们新约信徒 也要借着在基督这块美帝上 去经营去劳苦 享受因为认识基督 那包罗万有的分丰富 也与信徒们一同在当地造会中 来过造会生活 所以以色列人 回到那个美帝 并且在美帝上 恢复美帝的成为伊甸园 这个是一个图画 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 来享受基督 来经营基督 来在基督上面 来认识他 来赢得他 这个是实际 旧约选民以色列人 在物质的美帝上 正在积极耕耘开发 我们新约的子民 也应当在灵里 来耕耘 来传扬福音 牧养信徒 建造基督的身体 迎接主的再来 阿们 感谢主 好 我今天交通 就停在这里